我来喂我的流浪猫 发现臭豆腐势力又出手了 今天的出手凶狠又足辣 他竟然放了一个五大狼烧饼 如果再有一个攀金链咸菜 我怕是顶不住 烤阿店老板娘仗让剩个鸭腿 这两股势力子搭配起来 简直就是致命诱惑 我坚决不能输 我抵制住诱惑 跑回家偷来了我们家猫的肌肉冻肝 放在这 我可怜的流浪猫 还是选择了烤阿店老板娘的鸭腿 屡败屡战的我 决定主动出击 消灭烤阿店老板娘的有生鸭腿力量 于是我点了个鸭腿饭 撑死我了 伤敌一个鸭腿自审过一条命 我来喂我的流浪猫 兔豆腐势力放了一个大饼 又大又圆了挑衅着我 还有他放的玉米 硬帽帽的 应该是给流浪猫防身用的 总之很强悍 烤阿店老板娘是一个凶陈的鸭腿 我见解不能输 我拿来了我们家兔兔的一个罐筒 放在这 再看我那可怜的流浪猫 脚踩鸭腿 吃着肉罐头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这是我三个月以来的首场胜利 我兴高采力的回到家 想和兔兔亲热一下 结果被打了 我来喂我的流浪猫 发现兔豆腐势力又出手了 他竟然放了血浪包 这边还有满满一袋子 可谓是出手凶狠又阔绰 烤阿店老板娘照样是一个鸭腿 我坚决不能输 我拿来了凤状 放在这 上面撒上了猫包包盒 应该能打个平手 再看看我那胖成猪的流浪猫 又在未选择吃哪种 而发愁的要死 真可怜 兔兔在发情的时候 我经常摸摸他 帮他缓解情绪 后来兔兔怀孕 生下来了林妹妹 自此以后兔兔看我的眼神 有时温柔似水 想抱抱我 有时凶猛无比 想挠死我 像极了娶回家多年的媳妇 后来我想明白了 在兔兔心里 他一定以为林妹妹是和我生下来的 而我捡回来的小菊 则是和外面的流浪猫的私生子 我来喂我的流浪猫 兔兔夫失利又出手了 今天他放了关东煮 这里面有肉丸子 海带 还有鸡翠骨 鸡翠骨猫可以吃 看来他今天的翠骨非常大 考阿殿老板娘 是一个升级版的打鸭腿 我坚决不能输 我拿来了我们家猫的 无言火腿放在这 一条流浪狗也来这边吃饭了 我回到家 兔兔知道我在外面不知有猫了 还有狗了 腰带着孩子离家出走 我看着打包好的行李 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我一哭二闹三上吊 终于留住了兔兔的身 我和兔兔又可以度过幸福的夜晚了 我越来越怀疑林妹妹是个智障 自己玩我的鞋 能把自己累成狗 吃饭的时候 经常找不到自己的碗 猫沙盆换个地方就找不到 然后就会尿到原来放猫沙盆的地方 被我打后 就尿到我的床上 就算找到猫沙盆 买便便的时候 也是乱巴拉一气 看着这么坚定 而又努力巴拉空气的林妹妹 让我确定了林妹妹 确实是个智障 小菊刚来到这个家的时候 见到林妹妹就告诉我 这个妹妹好像在哪里见过 一定要和林妹妹做姐妹 于是 在一个风和日地的下午 我把小菊带到了医院 把小菊淹了 小菊在办公室恢复身体的时候 想到回到家 就可以和林妹妹做姐妹了 开心的又蹦又跳 小菊回到家 看到林妹妹 开心的抱在了一起 我看到帮小菊完成了心愿 开心的不得了 只是有的时候 小菊会显得有一点点忧郁 我来喂我的流浪猫 下了一天一夜的雪后 方的水已经结成了冰 粮食也冻成了块 我的流浪猫肯定想趁自己会减肥 我怎么舍得让它瘦下来 于是我把粮食拿到了流浪猫的窝里 没想到 臭豆腐室里已经先出手了 它在窝里放了一个肉夹馍 考案店老板娘照样是一个鸭腿 雪过天晴之后 我那可怜的流浪猫 又大到了一号 流浪猫看着自己快三高的体型 臭得不行 养三只猫一个月需要花多少钱 兔兔林妹妹加小鸡 一个月干掉七公斤猫粮 大约四百块 猫罐头每个月四十五罐 一百四十九元 猫杀一个月四包 九十八元 化毛高加冻干零食小鱼干玩具 平均每个月一百八十块 生病打凌吃药去重看医生 加洗澡平均三百块 每个月大约一千一百二十七元 我妈发信息问我 你问我医院得花多少钱呢 我也是 不多 一个月就花三十五块钱 我来喂我的流浪猫 发现出的无视力又出手了 风格依然没变 它竟然放了一个菜煎饼和一个鸡蛋 下面还有个支离破碎的包子 烤了店老板娘照样是个牙腿 我坚决不能输 我拿来了满满一碗肉 里面放了花毛糕 放在这 看看我那可怜的流浪猫 已经三高 趴在那 为自己胖的找不到媳妇 而发愁的不行 我回到家 我家猫嫌家里的伙食太差 离家出走 去流浪了 我来喂我的流浪猫 发现臭豆腐势力又出手了 它先是放了一个烧鸡脖子 又放了个肉饼 这个肉饼还咬了一口 烤了店老板娘已经放假回家 我也要回家过年 但我坚决不能输 于是我找来了我的朋友 在我回家的时候 帮我对抗臭豆腐势力 我那可怜的流浪猫 本想趁此机会减减肥 看到我的安排 意识到自己依然没有机会瘦下来 绝望的要数 我来喂我的流浪猫 臭豆腐势力顶着衣情 又出手了 它放了一根烤肠 出手水准一如既往 移情面前 烤二店老板娘小英号召 待在家里复工无望 我又怎么舍得让我的流浪猫 暴露在外 于是我带来了新年礼物 满满一碗肉 放在了流浪猫的窝里 不让它出来也能吃到饭 我那可怜的流浪猫 已经整整十天憋在家里 闲得屁腾 我家的三只猫 是怎么变得都嫌弃我的 兔兔刚生下孩子 我就出去喂流浪猫 对它是不管不顾 自此以后 兔兔就不跟我睡觉了 而且看我的眼神 总是凶巴巴的想挠死我 我每天起床 都要把李妹妹抓过来 晚上一会儿 她睡觉的时候 踩上两脚 还天天骂她智障 现在李妹妹也不打理我了 小菊本来最怜我 只是好玩的时分 小菊先来 小菊蹦逼 小菊学蛆爬 现在 只要我一拿出手机支架 看下小菊 小菊就吓得到处跑 如果我在家晕倒了 我家的猫会怎么办 看别人家的宠物都会救助人 我也来试试 先试试小菊 五分钟后 这货对我晕倒 是无动于衷 然后被我揍了一顿 再试试李妹妹 雷妹妹回头认真看了我几眼 可能是确认我死透了 转身就走 我怀疑是我晕倒的方式不对 得装得像一点 我先捂肚子 装得很痛苦的样子 慢慢倒下 雷妹妹和小菊 看到后把腿就跑 我躺在地上 感觉自己就像是个碰瓷的 我家的猫总是欺负我 所以我决定 以后它们怎样对我 我就怎样对它们 兔兔站在我的菜板上 舔我的盘子 我不能忍 于是 我站在它的饭盆上 洗脚 兔兔看到后 想灭了我 小菊在我做饭的时候 抢我的肉吃 我不能忍 于是 我让它眼睁睁地看着 吃掉它的小鱼干 雷妹妹尿在我的地板上 还尿在我的床上 更不能忍 于是 我到它的窝里 喝了一盆水 我家的猫总是欺负我 兔兔又趁我不注意 偷吃我的饭 不能忍 于是我喝掉它的水 吐在它的粮食上 水也要给它弄脏 我吃完饭 小菊弄脏了我的桌子 不能忍 本着谁污染 谁治理的原则 让小菊把桌子擦干净 雷妹妹成天扒垃圾桶 搞到到处都是垃圾 我已经不敢在垃圾桶里面放垃圾 不能忍 于是 趁雷妹妹在垃圾桶里睡着了 眼睁带雷妹妹 被我一脚踹出了家 我的猫 我家的猫总是欺负我 雷妹妹咬我的箱子 拆我的家 不能忍 于是 我也咬它的箱子 拆它的家 小菊每天早晨五点 就到我床上蹦迪 不能忍 于是 小菊睡觉的时候 我给它唱一首 毕竟 我唱得非常好听 兔兔在我做饭的时候 踩我的菜板 不能忍 于是 我特意两天不洗脚 在它吃饭的盆上 踩两脚 兔兔来吃饭 闻了闻 感觉味道不太对 顺便还伤了个雷妹妹 真是一时二猫 大快人心 兔兔我错了兔兔 兔兔兔我给你跪下了 我来喂我的流浪猫 昨晚一场大雪 粮食上积了厚厚一层血 水也冻成了一块砖 我的流浪猫肯定想 这次减肥一定成功 我怎么少得让它瘦下来 于是 先往它窝里塞鸡胸肉 再往它窝里塞肉罐头和粮食 抽豆乌食也出手了 它放了一碗饼干 我的流浪猫 抵制不住美食的诱惑 脑袋吃得和盘一样大 再看看我那可怜的流浪猫 果然又大了一号 流浪猫趴在那 哀歹猫生之不易 减肥之艰难